大家好 欢迎回来《妄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个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助赞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香港的朋友们现在掀起了一个去内地吃喝玩乐的消费习惯 已经变成了新模式新常态 我想内地方面都开始慢慢地察觉到 身边为什么多了这么多香港人出出入入 这个真有趣 很奇怪 过往来说都是内地人来香港消费 现在风水轮流转 我觉得大家同一个国家就没什么所谓 再加上那个基建是双向的 不是只是内地朋友来到香港就算了 其实香港的朋友都可以去到内地 看到除了深圳各大的商场 开始多了朋友吃喝玩乐之外 看到连有一间山姆会员商店 其实你可以说一个仓储式的商店 我们看里面的阵容 看到是一板板的货 想到很高 台仰你知不知道这家的历史 是来自于什么国家的 是沃马克的 其实也是美国资本来的 为什么他最近会开在这一株呢 据说 Costco也是他们的对手 Costco就会将在明年的深圳开他们的店 现在SAM Club 插定期 相信将来有两间 SAM Club和Costco互相竞争 叫做Club和会员 即使你要做会员才能进入 里面买东西 就算你盲摸摸进入了 你到处理了 给钱的时候 你就要递出你的会员证 你说我问人 借了会员证就可以了 不行 因为会有你的嘴巴 是那张证后面的 例如Costco那些也是 因此现在 SAM Club已经插期了 如果你已经给了钱 做SAM Club的会员 你会不会再重复 再给Costco 再做会员 到时就有一番龙增虎斗 在这个龙增虎斗之前 其实很多香港的朋友 原来就走去SAM Club 每逢星期六日就爆卖 可能大家就想 你买这么多 你怎样搬回来香港 现在有港车北上 那么就开车去 那么简单 尤其是 我住在沙田 或者新界区的朋友 比较北部一点 他们真的 每逢星期六日 有人容易出去 有 count 居然有几个 举着车 就去 珠海 camel 咯 practically买 车尾箱 真可以 质量 全是 That's 好像在五门 那这个车 真的 我怕倒后镜不行 或者是很难 瞄 coun 再过 这都是另一些 看得到 然后 hay ここ 这是就是另一件事 总之就买爆它 买到非常开心 可能有些人在说 你买完的全部都是内地的东西 刚才台湾也说了 其实是美国资本 你说什么中美争霸 什么制裁 什么天下为宗 核刺了 其实你看到里面 我们看看里面的相片 其实是有内地的产品也有 外国入口的产品也有 SAM Club 记住它 这些是会员卡 其实跟Costco的布局很近似 很像大仓 有很多产品给你买 而且价钱也非常相宜 甚至乎有特价产品 会便宜到你不相信 这种形式 Costco在世界各地也是有的 SAM Club 也是 而会员卡也是共通的 假设在Costco 台湾有会员 你拿到澳洲也算是可以用到的 拿到日本也算是可以用到的 即是有共通性 会员费会不会很贵 那些这样的 如果你给了会员费的话 你一定会想买到 赚回会员费为止 其实你说难不难赚呢 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的话 就难一点 如果你一个家庭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问题 我都相信是的 你就多叫亲朋戚友吧 他是这样的 你加入了 他会多给亲友卡 你和其中一名亲友 都可以凭卡入场购物 对不对 没错 现在看到有内地的朋友在社交媒体 类似小红书那些 就会问 咦 为什么这么多香港人呢 他自己都以为 我现在真的在香港嘛 他会觉得 咦 我现在是不是在香港 周围的人都在说广东话 也就是逼爆 因为这类型 山姆Costco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环境都很阔落 你会看到上面有很多几层货 其实那些不是给你买的 请问我要第三层那一箱 不是这样的 你视线 平的那一层 只会是那一层 上面那些是放的 你喜欢就自己拿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相片 因为要预计你推着大车到处走 所以这些路是预计得比较阔一点 因此 内地的朋友看到 这么多香港人一起一起逼爆了 他们就觉得有点不惯 他们觉得没有了那种空间感 香港没有这种大型超市 香港根本是容纳不了 这么大型的超市 但内地又不同 内地这种大型超市 美式的大型超市 都已经存在了很一段时间 内地人对于 在大型超市里面的购物 都基本上是很习惯的 反而对香港人来说 这个也算是一种 新鲜的购物体验 等于这样 我第一次去到Costco的时候 我都觉得大开眼界 真的不觉得很开心 当你多走几次 发觉都是那些货 不过有时也有一些新的货 我们可以再看看其他 西饼 这些是很大路的东西 我自己就不太喜欢吃的 因为很多时候很甜 我不知道在内地 他们会不会做对中国人的口味 但我只知道在西人的地方 这些高点很甜 我就不会买了 当然也是叫做吸引的 何解呢 你说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是吃不完这么多的 整家人吃的 如果整家一件事 如果你说我真的只有几丁有 我两个 或者一个两个 有口核 如果你跟整个屋苑的人熟的话 或者有什么WhatsApp group 请他们吃的 不 大家夹 夹夹 我们的生活会夹夹的 可能你一买就买五盒豆腐 就问问有没有人要 如果要的 我就放在管理署 然后你来拿的时候 就放下钱 然后我再晚点去管理署 大家会这样夹夹 可能有十个提子酥 我只吃到五个 我有五个就看谁要 如果有人要的 你又不用去Costco买 但我又去买到Costco的价钱给你 就等于我们的主持Raymond Wong 他会买一大条贝果 他在新西兰的Costco 可能一条里面已经有五个 有两条 即是加十个 他吃不及 或者他想买一些给人的 就跟他这样分 其实就这么简单 我们看看其他相片 这些蛋糕看吧 这种山姆这些蛋糕 其实跟Costco也很近似 可以很可怜 有些草莓蛋糕 有专门制造一个部门 很新鲜 尤其是这一类 这个上秀 炸鸡 烧鸡翼 或者烧猪鼻 都是非常热门 你想想 如果駕駛的车 去到内地 一口气 买了一口气 那种感觉很开心 是很香的 而且招呼有多好 我不是在山姆 我在Costco 问他什么时候有猪手 他会跟你说 你又问他拿什么芥杖 还是拿什么 他也会很乐意的 很乐意的 又会给你一些酸菜 那不是我吃 我看到一些朋友 买 可能你没有会员卡 你朋友有的 你可以叫他 带你进去买 付钱的时候 就帮你付买 就是这么简单 我看一看其他相片 所以那些人就这样一车过 买爆他 因为如果香港朋友去到的话 就唯有要这样买了 买到一车过 其实有一个有会员卡 如果你买了的时候 你把它拆掉箱 你又带一些 我又带一些 其实都ok的 因为你几个family一起去的话 例如这些 一箱一箱 这样冻在这里 数量是怎样 那你就自己立 那我们回来说 大家觉得很开心 也有些人问 为什么香港 就不能够有 这一类型的 仓存式的 货物商场 给大家去买呢 间接地反映了 香港 现在出现 或者面对着的 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个叫做 高地价政策底下 所以 连带这些什么 租金 那些铺子 都是叫做很贵 如果你那个铺租 和租金这么贵的时候 你如果真是豆腐润的 小小间的铺 例如像铜锣湾 有时候有些什么 天价的 小铺店 原来是什么 卖炸鱼蛋 炒面 或者被人发现 卖哪些东西 要有流量多少 要多少钱 才继续围住 对呀 说到有什么 全球 属于最贵 最顶级的 铺租 还是什么 听起来就很过人 听起来就很厉害 证明了你的铺 要不就要流量要很快 即是你那个薄利多销 要够盖得到租 你追来追去 最主要是追租 要不就 你里面的东西 卖的是很贵 那你就能够 才能够盖得到租 和人工 如果内地的租金 就算是这么大 费用也不是很高 还可以做得到生意 所以为什么可以开完又开 开完又开呢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香港就不可以了 举个例 为什么现在搞到 鱼蛋粉 或者早餐 什么常餐要卖到 六七十元一个 还以为不是那么好吃 或者越来越 差 越来越流 还是怎样的 就是因为 它的铺租贵 它唯有 卖贵一点 但是接着又缩回 它要 赚得多少 来追回租 过往来说 香港 例如有些铺 它可能 卖手机 它一部机 卖的空间很小 例如iPhone 或者Samsung Galaxy 卖的位置很小 一个铺里面 我等百多二百部 才行 对吗 好笑而已 很小 先达的铺就小了 别人又敢买手机 对吧 但是 你的手机的利潜大 你的铺就唯有要做这些 才能够快出快入 你就可以叫围到屁 那时候整个经济市道好景 生意好 这些流转得够快 还有内地的朋友 来到香港 例如Body Shop 我们经常在银行中心 旺角的出口 那里不是有一间的 那里经常在等人 现在有一间收拾了 收拾了 没得在那里等人 或者我们跟别人说 以前的旺角Body Shop 现在不知变得哪些 没有了内地朋友来买 没有了那么高速流转的消费力 你这样就顶不了那个铺租 那你的一口气 放了一声就叫它跌下去 但是你仍然是这么贵租 或者不能够的一口气 没得下跌的 如果你突然一口气下跌的话 整个市道可能会崩溃 没得下跌的 是要慢慢慢慢地调整 但是你调整之间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要忍住这种痛楚先 一直调整到适合的位置 这样才叫做可能有点起息 对吧 而且没有人知道那个时间要多久 这个就是最麻烦 如果这样的话 会不会连带人工都会向下调呢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这个又可能 他赚少了 如果那个铺租又少了 还是怎样的 你又要再去想其他东西 是很恐怖的事情 当然这些东西就留给陈茂波 这是政府主要想的了 我们一般消费者 当然去哪里有底东西 可以买就去哪里了 告诉他们 这些工作 政府处理了 他们这么高薪 如果香港朋友解决不了 现在自己面对收入与消费不相情 我找两万元一个月左右 或者两万元都没有 好像刚刚那些大学生一毕业的时候 希望给你两万多 但实际两万都不到 但是他们又面对 最近六七十元 那么失常的常餐 那他怎么吃呢 他就唯有点想办法 回来地吃 或者好像这样 有没有朋友 会去山姆 买些什么的 数几盒 所以为什么 有逆向 就是回来 有在香港下单 内地收到单 可能下午就会送到来 还是怎样的 这个都是财路 究竟有什么可以做呢 可以考虑 绝对有 为什么呢 台湾的Costco 都有人在做 他每天早上 就帮你收单 例如牛奶 在Costco来说 我觉得是相当值得的 是吗 在里面帮你托 他每一盒奶 大概收回你少少服务费 你都觉得可以的 拿给你 可能他开电单车 所以他有限钱 他会帮你收完这些货 然后再帮你 发货 当然要先有信任度 或者人性 你给我下单 没有理由 他说我还是不要了 你自己扑吧 谢谢 不能这样的 你去想 真的不行的 下次就不让你再夹钱买东西 对不对 他会收这些货币 然后再去买 还是怎样的 那也挺好的 你去看看 现在呢 如果你 就像我朋友那样 你开车去珠海 然后再去买 还是怎样的 因为一惹过 港珠澳大桥 这样吹过去 他就很快 他说两个小时左右 就已经到了 听见都觉得过瘾了 他家里有两部车 一部车 就去内地玩 另一部车 那些小孩 就去迪士尼玩 挺过瘾的 晚上回来 小孩就不要在迪士尼吃 贵呀 不用了 妈妈在山姆买回来给你吃 哇 挺好 真是吧 不过 开车是贵的 如果你内地进入油才回来 那就再多一份 是吧 计准条数 去到内地的时候 就要进入一转油 就差不多打爆油缸 接着才训练 因为你的车负载这么多食物 就很重 有限数 你不会买很厉害吧 就算被你塞满了整个私家车也好 大约的重量都是坐满人的重量 我相信 你不要买这么重情的 你买成大箱的饮品 健身设备之类的一定重 你买的薯片 一大包一大袋 很轻的 很轻的 超级大袋 你看到这些镜子 他欣赌了糖尿病 你敢吃花 我看到有人敢吃 我们再看看 有些纸箱 其实是计算过的 有些纸箱里面有很多 40小包 有很多小包 你只不过是买了一个箱 例如 苏鲁品客薯片 我有时候也会买的 为什么你会买呢 因为它在一个纸箱里面 它就分开了40小袋 你每一次就不会吃很多袋 也不会吃过 我又不敢买 买了一大很超巨型的 整个身体这么高 它会软 我吃了几片 然后捲起它 找个夹夹 都可以的 可接受 有时候也是怕软 台湾就是一个环保分子 所以内地的朋友就觉得很震惊 香港的超市不好行吗 为什么会回到内地 没有这样的超市 在香港是不容许有这么巨型的超市存在的 一来很少人开车 很少人有车 二来就是香港没有这么大的地方 容许到一个这么巨型的超级市场 放在这里 如果不是 那个铺座 是贵到飞起 肯定的 你开得很偏僻 新田什么购物 还是怎样的 其实开得这么偏僻 是可以类似的 但是你去不了 有点难去 还有大家又没有车 我这么辛苦 去到的话 难道我捧一盘美六回来吗 这个最大势 你买极 都是有限 你要限制你自己能够拿得到 就算我拖行李箱也好 买到的东西也是非常有限的 你有车就不行 是呀 有车就乘车回家 没错 有车买就会容易 如果你没理由在Costco买几件就走 不是不单 没有呀 我都会 是呀 你入了个会儿 我买什么呢 如果我买什么 就会买几盒 或者两盒就走 就觉得可以的 就是那些什么 正观装 高励心 嘴嘴嘴的 一些小小小的 我就会在那里买 那里是很便宜的 这样的 或者你买iPhone iPad 也有得买Costco 其他也有 所以现在 反映到香港的问题就是 铺租柜 人工柜 令到很多东西都不能够做得到 所以为什么当时 煲胎 说要搞金融养活 1000万人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一定要搞一些东西 是要用来 找大钱 就是炒 或者什么 纯粹这些 又不用怎么铺租 又不用怎么做 你找到钱 就会再滴楼 虽然这些东西 你当骗人 然后大家就会 找到食物 如果你赚到钱 就像陈仪 开完一间 又一间 OTC 又买手袋 又买来送给人 又去酒店吃饭 酒店吃饭之后 刺激到酒店的经济 酒店的员工 每年多些花行 多些消费 那叫做经济的大洞 本来想着可以这样的 但实际来说 当经济向下行 或者疫情之后 经济起息不似预期的话 大家就会被高地价政策 陷入了 没办法 过往一直以来都用这种模式 的确令到香港 是繁荣了很长时间的 但事实到今时今日 现在遇上目前的经济大环境 也都导致到 香港的情况 不是那么理想 不过我们一般消费者 哪里有便宜货 就去哪里 无所谓 反正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都是中国境内 是不是 駕駛车上去 如果有车的朋友 駕駛车上去 珠海下一转 扫货 然后再下来 然后享用一会儿 玩一会儿 不知不太过瘾 没所谓 再不是了 看见深圳cocoa park 大商场 也有过这些 也有山姆 如果有几位太太 去到买那些 那是什么牌子 Trust me 那些牌子呢 那些洗流水 可能一瓶有三支 那么一人袋一支 还适合 挺好的 是呀 就是这么简单 即使购买少许赚了也认为自己开心 其实最重要是出来消费 开心 爽底 这叫CP值高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这次暂时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是山姆的会员 不妨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有些人说过 山姆这一类在香港不行之外 在内地也不行 即是他们的黄友或少内地 觉得他们的人民质素不适合这些地方 不是 看到开完一间又一间 人家都是做生意 美国资本是想继续在中国投资 亦都证明到 你说中美关系应该大家都要有商有良的 中美关系大家处理得好的 大家都是可以找到食 总之怎样都好 大家内地的朋友也好 香港的朋友也好 如果你看到她是香港女儿 点点头 微笑 你买什么 她可能用普通话跟别人说 不要放进去 我来买什么 我是香港人 不要这样的态度 不要说这些 大家可以互相开心一下 笑一下 分享一下 这样就会好很多 好 这次我们先聊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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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